中国这次呢再次的升移成功了 那这次呢是以中国古代的这个建设当中呢 看到因为有一个这个中轴线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中国 以中为贵一个思想的集中的体现 那么看到在27号呢 印度首都的这个 新德里啊 这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 46届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宣布 那中国大陆呢申报的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通过了评审 那成功的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 看到呢包括了这个已经 这个华春瑶啊 他就在XR的发布说 已经是有通过了这个生意成功 也把这个影片呢放上来 那因为呢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已经通过这样的决议 把这个北京的中轴线呢 列入了世界遗产的名录 北京中轴线呢全长有7.8公里 这是被誉为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何己良 好我要请教一下这个立将军怎么看 我觉得北京你看建都什么时候 是元朝的时候就建都了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中国人这种古老的 祖先的智慧 那么大一片城市他怎么 那时候又没有很先进的这种 经纬仪啊或干嘛去测量 他怎么可以测量出来 这个一个都市里面 中轴线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皇宫要干什么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一定是讲究风水嘛 从古至今都讲究风水 其实讲风水 还是有他的一些科学道理在 我就是说你这个中学线看这边 那我相信北京你看 这个北京故都来讲的话 他一定不会淹水 我们现在台湾正在淹水的状况之下 那他为什么不淹水 所以我觉得说是当年来讲的话 中国所传承下来 所以风水不只是说是迷信的传说 而是实际上面他有他的功能在 像我们来讲的话 我不要讲别的讲语 我讲说我们这是台南的淹水来讲的话 我们讲挖子底 就是这支美术馆 他以前叫挖子底 那你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地方 地势一定就是比较低嘛 当年就是一定是沼泽地 所以它地势比较低的话 你要在那边填土造大楼来讲的话 就很容易淹水 那比如我在讲一个地方 譬如说是我们台北有一个地方叫中轮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叫中轮 我跟你讲中轮也不会淹水 因为中轮来讲你顾名思义 他一定就是比较高的一个轮 就是中轮 一定那个地势就一定比较高 从地名就可以知道 你从地名就可以知道 那因为以前我们这个老祖宗 他们生活在这个地方 他不管是要取水用水或者他排水 他就或者是灌溉用田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是水网低速流 你看他那个他就很精神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牛肉圆可能感觉不出来 那台湾有很多地名像 这个什么中蒲 蒲子 那蒲子一定是一个高地 一定是一个农地里面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种的植物 什么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北京他当初在元朝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种智慧 就是我怎么样 这个用 他们那时候可能最多 只是一个植北征 有这种功能来做一个定位 然后怎么测量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 当然从元朝那个时候就可以 测出这种经纬仪 然后测出这种地势的这种平缓高低 然后选出这个地方来作为一个国家精神 那你看从这个元朝之后 明朝到清朝 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定为国都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不要讲说民信讲风水了 一定有他的这种地理环境 一定是地势上面来讲 一定有他很好地方 他才会定出这个国都 那我们特别来讲 如果这是能够列为世界遗产来讲的话 我相信后续来讲我们可以去了解 除了说是中国的风水师说之外 另外在科学上面 当初的智慧 怎么定出来说这条中轴线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让我们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去研究 是一个老智慧 以后如果到这个台湾的朋友 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话 也可以好好来这个欣赏一下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的 这个华为跟联发科的晶片战 你来我往的 在7月18号呢 大陆媒体表示说 华为坚向中国地方法院 对联发科提起了专利侵权的诉讼 那隔天呢联发科回应说 对公司没有重大影响 所以也进入到了司法程序部与评论 但是在7月25号呢 经济通讯社表示说 联发科跟子公司呢 已经在英国的法院 对华为提起诉讼 而且公告华为是 侵犯该旗的这个专利 亮哥怎么看这场的晶片战 这个常常常发生啊 IC设计的公司 常常互相告来告去 然后再抵消这样 通常都会告很多啦 然后大家再看你 赢了哪一件 我输了哪一件 然后双方再来总的在台面上谈 都是这样搞的啦 那就表示 表示他们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重叠了啦 才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联发科也在设计晶片嘛 对 那华为也是在设计晶片嘛 那他们本来就是手机晶片的重要的 IC设计公司啊 那所以表示华为从去年八月 重返市场之后 他还陆续在做新的手机的晶片设计 对 我们看到中国除了这个晶片呢 越来越强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全球动力电池 这个部分那其中有个这个企业就是叫做宁德时代 就世界最大了 世界最大 他目前的是发布了他的这个上半年的营收 是1667.7亿人民币 那年仅是11.88 但是我们平均来看到 就说他从他的这个净利润来分析 平均每天净赚多少呢 1.25亿人民币 等于是一天赚5亿台币 那2017年到2023年连续新年的动力电池 可以说是全球第一 我们看到中国的力量 我接下来请亮哥继续来跟我们讲一下 中国力量呢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在奥运的很大的一个亮点 包括了这个云计算成巴黎的 这个主要的转播的方式 很多人都看到 那这个这么多小时的一个赛事的直播画面呢 通过了阿里云向全球来分发 也呈现了子弹时间的回放 那速度马上就可以来回放 那还有三维定格画面呢 这些技术的创新 那韩国中央日报就说 中国科技呢正是一种一飞冲天之势呢 迅速的成长 随速可见什么呢 Mate in China MIC 在这个这一次的奥运当中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零计算转播 它的画质最高可以到8K 8K非常的轻易 而且它是包括分布给所有的各全球的媒体嘛 所以必须在第一时间 就要把各个形成的影像转给所有国家 这个事实上要有非常高的网络管理能力啦 其实中国做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啦 因为它自己就在做嘛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大国 它国内的体育赛全国赛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这个它事实上 这次法国主要是 我觉得只要不是中国承包的都做得很差啦 那它就不要包出去啊 这个搞到最后还要去掉 1500台冷气这种 这非常离谱啦 这个不管啦 反正它最后还是把那个转播的部分委外来处理嘛 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转播用这么高阶的网络啊 还有画质啦 还有那个分配的效率跟准确度 大概全世界就是中国在做啦 这个已经有名声了啦 那林德时代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唯一的一家啦 是让匈牙利 匈牙利有一个城 就是专门做电动车的电池的 那整条 整条路是100公里 比亚迪 不只比亚迪啊 全部都去了 全部的中国车的 中国大陆的电动电池都去匈牙利投资了 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十几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